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琼琼,我是琼哥 一个专注与不标准普通话的电影解说 今天我们来说一部匪夷属丝的犯罪电影叫《完美无瑕》 影片开头,一位形色春春的女记者接到电话 走到咖啡厅,坐到了一位老太太的对面 毫不掩饰地跟老太太说着 自己这个年纪报道能够上头条板块是多么不容易后 才开始与老太太进行正式的采访与教堂 而画面中的这位老太太也正是我们本片的女主牢啦 在看到女主那168克拉的大专计后 女记者才默默地收起了自己的傲慢 并认真记录着对方接下来所讲述的一个惊天故事 在上个世纪60年代 那时候的女性地位还尚未得到足够的尊重 因此在一个由男性主导的大公司里 女性员工即使在这么努力工作 也很难得到晋升的机会 我们的女主劳拉就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从牛津大学毕业后 女主就到了当时在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伦敦钻石公司工作 为了能让自己得到晋升的机会 女主每天都是最早到钻石行 又加班到最晚离开的那个人 因为她坚信者只要自己认真努力就能获得回报 这天 女主看到了又一个能力不如她的人受到了提升后 她备受打击 并在一张纸条上写下鼓励自己的话语 想让自己振作起来 但没想到第二天回到办公室后 她却看到那张纸条上被人写下了否定自己的话 附加的黑张电影票 上面有明确的时间和地点 于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女主来到了电影院 在这里她见到了公司里面的老清洁公 一开始女主还以为老清洁公对她有意思 所以不等对方开口便立马回绝了 但当老清洁公诚恳地讲到自己的来意后 女主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已经就职15年的老清洁公一直以来都默默地观察着公司的动态 她清楚地知道女主根本就不可能有晋升的机会 反而还会被公司解雇 因为女主足智多么的俄罗斯企划术和公司南高寡门的想法居然不谋而合 而这个想法其实是一个只能存在于高层之间的秘密 不能被其他人知道 否则俄罗斯方就不会采用这份企划了 然而女主偏偏很不巧地和这个秘密有了关系 所以她努力了这么多年的职业生涯规划 也差不多要就此断送了 在半信半疑下 女主偷偷查看了人事部的文件 发现老清洁公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于是她便找到了在其他银行上班的朋友 想要为自己某一条后路 但不幸的是朋友却告诉女主自己办不到 而且更糟糕的是 所有和女主目前任职的壮石行有合作的公司 都不能利用她 这个消息让女主既愤怒又难过 于是她又私下找到了老清洁公 老清洁公告诉女主 自己在六个月后就要退休了 所以在此之前 她想为自己已故的太太做一件事情 毕竟她在壮石行工作了15年 她熟悉公司的每个角落 也明确知道在哪个时间段 是没有人进入或者离开大厦的 她打算通过这些漏洞 偷偷潜入到公司装满钻石的保险库里 但保险库的密码是一个礼拜就要更换一次的 而且全公司上下知道的人也只有两个 其中因为就是公司的老总 本来老清洁公司发现 老总总是把密码藏在办公桌的抽屉分析里 但最近一两个月 老总却不在那里藏了 而且无论她在办公室里怎么找也找不到 于是便把希望寄托在女主的身上 因为女主周六可以作为宴会的宾客 去往老总的家里 这样一来就有机会偷偷潜入到老存的书房 找到藏在书桌抽屉分析里面的密码了 但女主觉得这个想法是非常荒谬的 就算老清洁公真的进入到保险库里面没被发现 那钻石也很难从众目睽睽之下带出公司大楼啊 于是老清洁公又赶忙起身去拿自己的保温杯 她是以女主自己计划把钻石装进这个普通的保温杯中带出大楼 毕竟一个不起眼的老员工学生携带的物品还是很容易被大家忽视的 周六女主打扮的光鲜亮丽出现在宴会上 趁着大家都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溜进了老总的书房 用手帕包着自己的手小心翼的在桌子抽屉间寻找密码 随后老总也来到了书房查看自己的保险箱 而这些都被躲起来的女主用外眼镜全部看到了 于是在老总走后 女主就成功拿到了公司保险库的新密码 在将密码交给老清洁公后 女主才发现公司又新增加了很多摄像头 地库被八个独立的摄像头全面覆盖 其中也包括了通往保险库的走栏 画面全都连接到保安中心被人实施监控者 这让本就很紧张的女主更担心了全 她马上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老清洁公 但是老清洁公却依旧十分坚定 看到女主动员的样子后 她也没有担心 因为她知道细心的女主心里肯定 已经有了新的解决方案 果然出面的女主已经找到了监控的漏洞 她告诉老清洁公监控屏幕上 每次只能有四个画面同时显示 软化的间隔每15秒改变一次 总的来说就是有60秒的空档可以做完 但女主觉得这点时间显然不够 所以她打算放弃 可老清洁公却坚信 自己可以在10秒内就进入到金库 并亲身威胁到 不管她继不继续 她都已经是盗窃计划中的一员了 女主最终还是妥协了 她还承诺老清洁公到时候自己会打电话给监控室 为她再多争取30秒的时间 行动当往老清洁公 一边如晚餐一样做着自觉的本分工作 一边暗中计算着监控交替的时间 在掐好时间空档后 她便火速推着自觉的清洁工具车 来到了保险库的门口 而同一时间 女主也正按照计划给监控室打去了电话 但不料那个电话亭的公用电话 信竟然是坏的 于是她又立马跑到了下一个电话亭去 而老清洁公这边 也因为太过于紧张 而不小心输出了密码 超过计划的时间 导致她被监控进入了下栏 不过好在保安人员 此时的注意力并没有在监控上面 而是在自己的小蛋糕上 这才让老清洁公有幸逃过了一劫 而且恰巧女主的电话也正好拨通了 所以老清洁公还是很顺利的进入到保险库内 次日 女主看着老清洁公拿着保安被顺利的下班后 她选者的信才放了下栏 只不过画面切换到老清洁公的家里时 却看到她从保安被内倒出的 居然是浓浓的咖啡 而另一边 公司内的诸多员工都提前下了班 女主和其他的高管则被叫到了保险库内 里面的场景让女主大吹力惊 原本储藏在保险库内的两端钻石 在夜之间全都不翼而飞 这可不是两斤 而是整整两端 公司老总马上召开了紧急会议 她不敢把这个事情告诉公众 怕会失去民信引起恐慌 所以只能联系保险上私下处理这个事情 得知情况后的女主马上找到了老清洁公 自问她到底干了什么 而老清洁公却只是一脸淡定地告诉女主 一切都到手了 显然她并不想让女主知道的过多 而随后公司这边也收到了一封匿名信 信中要求钻石行要在48小时内 以一亿英磅作为赎金 才能拿回那两端的钻石 这让老总直接气得脸都黑了 紧接着保险上那边的工作人员高个男也找到了女主 当她询问着一些关于公司的信息时 这让女主紧张的小动作频频不断 后来细心的高个男也发现了大楼监控的60秒空档漏洞 但由于当时那个年代技术还不够发达 所以监控是没办法回看的 所以这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另外一遍保险上正在和钻石行老总激烈的谈判者 而高个男也说了放射者很有可能就是钻石行内部的一个人 或者多个员工 还推测出的密码就是在上周六派对上被盗窃的 但由于指纹太多了 所以一时半会找不到具体的目标 耐不住吸引者的女主又一次找到了老清洁工 她认为现在的老清洁工的做法是非常遗传又危险的 她希望老清洁工可以放弃手中的钻石 和公司那边好好的谈判 但一下子就被老清洁工给毁绝了 于是生气的女主决定通过自己的努力 找到那些失踪的钻石 晚上高个男来到了女主的办公室 采集了她的指纹 随后又让女主下楼和老清洁工面对面 想让她帮忙看看老清洁工是否有说谎的宣言 但在和高个男的一番交谈中 老清洁工都表现得十分自然成亡 一点儿也不慌张 所以高个男也并没有从中发现什么 而公司老总这边也因为钻石迟迟找不到 搞得压力伤大 更可恶的是保险商这边为了拖延交款的时间 还偷偷打电话给媒体 把钻石背道的这件事报得出来 这下钻石行瞬间就被蜂拥而至的媒体给全部包围了 而钻石行老总也因此突发心脏病当场去世 情绪崩溃的女主夺到了厕所 在掏巴巴的时候不慎把钻石调到了洗手台里 这让他阴差阳错的发现了老清洁工一夜之间半空两端钻石的办法 他独自来到了下水道 果不其然在这里遇到了老清洁工 他知道了老清洁工是利用下水道把钻石从保险库运到这里的 但正当他准备去告发老清洁工的时候 却被对方拿枪威胁了 老清洁工也终于告诉了女主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 原来老清洁工的妻子是因为癌症而死亡的 但本来因为病情发现了急事 所以是可以治疗成功的 他们还为此花了不少钱住了生命医院 口号面圈为保险公司告知还容不到老清洁工的妻子接受治疗 老清洁工拼命祈求拜托保险公司 他们也乱乱没有但一回事 就讲老清洁工的妻子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 即使之后他成功入院也还是不幸去世了 而那个常冷拒绝老清洁工祈求的人 正是那个打电话告诉媒体 钻石石器的保险商 他就是这样常冷无情的 赚者全能的救命前 才走到今天这个至高无上的位置 老清洁工所做的一切 也只是想让这个黑心保险商 为他当年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罢了 后来当得知自己 倾家荡产后的保险商 也因此受不了刺激 最终选择了自我了断 这个复仇计划老清洁工准备了15年 为的就是给他的妻子 他的一生所爱一个交代 而那么多的钻石 其实也都是他那天晚上 一次又一次趁着时间困难 仿佛进入到保险库内 才把满满的钻石 通过道路清洁车搬运到休息室 再通过更换下水管的方式 才成功把那么多的钻石 冲进下水道内 不知不觉48小时的期限也终于到了 老清洁工留下了女主一个人 并直进离开了下水道 随后女主也发现了那座 重能寻觅已久的钻石山 她立马联系了钻石行的人 其中高个男也出现了 她告诉女主 他们在钻石行老清的酒杯里面 发现了女主的指纹 但并不足以构成证据 正当女主准备跟高个男坦白的时候 高个男直接用手按住了她的嘴 示意她不必再多言什么 因为她不想看到女主被困在牢狱里的样子 而女主手中握着的那枚 亮晃晃未来得及交出的钻石 也应该是影片开头 她向女记者所展示的那颗钻石了 影片的最后女主离开了那个没有任何近身空间的钻石行 老清洁供 道歉室也被大家查清楚了 但由于搜查不到她的下落 人们也只能不了了之了 在辞职后 女主收到了一亿英半的巨款 显然就是老清洁供转给她的 女主则花了40年的时间 将这笔钱捐献给的那些真正需要她的人 让她在这之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快乐 这不是一部纯粹的犯罪电影 没有为了前友去盗窃 更多的是为了复仇 女主虽然是团伙 然后她终究还是把这些钱 封给的那些真正需要她的人 清洁供 之所以将钱给女主 也是知道她会善用这笔钱 15年时间只为了报酬 真的有点牛 就像别人调侃的那句 自古小弟大爷出奇才 以前古装剧好像也是如此啊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你都看到这里了 不给个30是不是很残冷 这样的话我真的会裂开